《夜色暗涌时》是由张雨昕 由协议主演的一部都市情感剧 下面由琪琪为大家聊一下 剧中七位主要恩物的结局 第一位 许清悠 许清悠作为白领 业务能力过关 工作上一帆风顺 妥妥的社会独立女性 但是相爱多年的未婚夫 却想让她婚后做全职太太 这一点是她所不能接受的 于是她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工作 距离结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许清悠的闺蜜方琪告诉她 她的未婚夫范芸汐出轨了 伤心欲绝的许清悠提出了分手 并到酒吧进行买醉 遇见了莫灵泽 莫灵泽收留了醉酒的许清悠 并把她带到酒店留宿 这让许清悠误会两人发生了什么 后来误会解除 莫灵泽成为了她的工作伙伴 两个人在相处中 渐渐地被对方吸引 情愫暗生 但是面对相恋多年的未婚夫的挽留 许清悠摇摆不定 她既放不下这段感情 又不能忽视未婚夫对她的背叛 直到一次莫灵泽险些出车祸 许清悠才意识到自己的内心 于是勇敢地放弃了多年的感情 选择和莫灵泽在一起了 虽然后来在范芸汐的操作下 两人经受了很多的困难与误会 但是他们相互扶持 最终走出了困境 收获了圆满 第二位 莫灵泽 莫灵泽作为投行的精英 平常看上去高深冷漠 出手快狠准算无一侧 正如前面介绍的 她与许清悠相识 相恋 相爱 共同经受了很多的困难与误会 相互扶持 最终走出了困境 收获了圆满 第三位 方琪是许清悠的闺蜜 莫灵泽的下属 她有一段不幸的婚姻 在面对前夫的再婚时 她的内心是不甘心的 于是她开始疯狂地相亲 想要找一个比前夫有钱 比前夫帅的人 为她撑场子 但是好不容易有一个靠谱的人了 却被许清悠的弟弟许薇给破坏了 面对许薇的多次示好 方琪只是把她当作弟弟看待 从未做过她想 直到许薇对她进行表白 她才意识到许薇从未想过当弟弟 刚开始 面对年龄的差距 方琪内心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后来她看到了许薇的诚心诚意 终于下定决心 勇敢地接受了她 第四位 自然就是许薇了 许清悠的弟弟 喜欢姐姐的闺蜜方琪 正如前面讲的 因为年龄的差距 她不敢将自己的心意告诉方琪 总是变着反而的赶跑方琪的相亲对象 最终在许薇的努力下方琪还是接受了她 这对姐弟恋也修得了圆满 第五位 林思雨 林思雨是个千金大小姐 喜欢莫灵泽就去勇敢地追 而莫灵泽的下属王琪 就是她的小跟班 经常帮她透露莫灵泽的消息 并且暗中给她制造机会 帮助她追求莫灵泽 但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莫灵泽并不喜欢她 反而和许清悠走到了一起 林思雨后来也渐渐地意识到 自己对莫灵泽的并不是喜欢 而是一种崇拜 她也渐渐地看到了王琪的好 明白了是王琪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不管是开心的时候 还是难过的时候 于是选择了和王琪在一起 第六位 王琪 也如前面提到的 王琪是喜欢林思雨的 但是林思雨喜欢的是别人 于是她就在林思雨身边 默默地付出 哪怕是帮助她追其他的男人 也在所不惜 最后 默默付出中的圆满 林思雨终于发现了她的好 于是彻底地放弃了摩灵泽 两个人选择在一起了 最后一位 剧中的渣男 范芸汐 徐清悠的初恋男友 两个人在距离结婚三个月的时候 出轨了 而且还处得理所当然 希望徐清悠可以原谅她 徐清悠放不下多年的感情 一直在犹豫 鸟分手 看出了她的迟疑 范芸汐开始走温柔攻势路线 每天上下班接送 还对着莫灵泽宣示主权 并且拉来自己的母亲当睡客 希望徐清悠可以次去工作做范太太 但是徐清悠喜欢上了莫灵泽 最终还是和她分手了 分手后 范芸汐怀恨在心 对莫灵泽进行打击报复 但是计谋最后被试破了 渣男最终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